乳腺微创手术适合什么情况?有什么禁忌情况? 林小波,副主任医师 乳腺的微创手术就是我们常说的旋切系统 一般来它适合于这个乳腺结节的直径小于三个公分 可以是纤维线瘤,可以是钙化皂,也可以是增生的结节 这些都是可以适应于旋切系统去处理它 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一些重度的脑性增生的患者 乳腺增生的症状非常明显 我们又需要去诊断和治疗它 我们可以用旋切系统去去除一部分线体组织 做一个病例检查 同时呢,也起掉了一部分的治疗效果 手术之后,病人的症状很快能够缓解 这种情况也是可以选择旋切系统 第三个的话,就是说一些高危因素 高度怀疑恶性的情况 这时候我们也可以选用旋切系统 因为旋切系统本身也有一个病例检查的作用 这是第三个情况 第四种情况的话 我们在特殊情况下的一些应用 比如说乳腺癌保护手术之后的局部复发 我们就可以用旋切系统去处理它 还有一种情况的话 就是在乳腺癌心腐术化疗之后的效果的评估 我们可以去取纹线 做一个效果的评估 这个化疗效果如何 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些适应症 微创的旋切系统的禁忌症有哪些呢 一般来说正常手术的禁忌症都会有 比方说你心肺肝肾的一些基础疾病影响手术的 这是不能手术的 第二个话就是说你出凝血时间障碍造血系统功能障碍的也是一个禁忌症 第三呢就是说患者有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也是不适合做这个治疗 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乳腺本身呢 比方说你处理这个结结是个血管流 那如果用全结去处理它的话呢 可能会引起难以控制的出血 或者我处理这个结结是一个感染性的病灶 用这种微上去处理的话 可以引起这个炎症的波散 第三个啊 当你的乳腺放了假体 那它也同样也是不适合用全结 用微创去处理 最后一个呢 就是说当你的腺体比较小 当结结接近于乳涂乳孕 接近于这个液窝和胸壁的时候 如果我们在做这个微创手术的时候 可能容易发生这种负损伤 我们也不建议用这种微创的手段去处理这个结结 专家提示 一 乳腺的微创手术就是炫歇 第一它是和乳腺结结的直径 小于三厘米 比如纤维腺瘤 钙化造或是增生的结结 第二 是和于重度蚌性增生的患者 做腺体病理检查 第三 是和高度怀疑结结恶性情况 做病理检查 第四是和乳腺癌保乳手术之后的局部复发情况 二 旋血系统的禁忌症 一是心 肺 肝 肾的一些基础疾病影响手术的 二是出凝血时间障碍 造血系统功能障碍的 三是患者有心理和精神疾病的 四是结结式血管流 旋血会引发出血 或者结结式感染性病灶 旋血会引发炎症扩散 五是乳腺为甲体 六是腺体较小 旋血会引发负损伤 酷 做俯 写着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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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